《火影域》 當我們在講《火影域》 指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策劃的每一個活動 譬如說我們每一場文件展 每一個溜染國際互動劇場 甚至是今天你看到的這個 轟炸新竹的這個 學生自己來自主策展的 它都是一個火影域 就是說不同的人 帶著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想像 不同的操作方法 帶進這一個場域 那它就活化了 甚至延續了這個歷史 這裡蓋第六座海軍燃料廠的時候 主廠在高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支廠 是在台中 所以我們在講一個系統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講的是 至少是三個層次的系統 一個是新竹六嵐本身做的一個系統 可是這個系統早晚是要去跟高雄六嵐 還有台中對話的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第六座海軍燃料廠 可是因為是第六座 所以大家一定會問它前面五座在哪裡 前面四座在日本 第五座在平朗 我們知道二嵐 就是第二座跟第三座 其實我們還有認識的齊朗 如果你現在不去串聯 不去對話 基本上這六座 就沒有辦法串起來 我們在講的過去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未來想要做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一連串的行動 可是最終最終 這個整個六嵐大煙囪廠房 在2026年會全部修繕完畢 新竹六嵐這個所謂的文化博物館園區 絕對會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不管是台灣一個新的典範 我覺得我還蠻有信心的 它可能是一個世界的典範 我們可以過去看一下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蝙蝠屋 七八月是當年的 剛出生的蝙蝠已經學會肥樂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 媽媽跟他的孩子一起出門覓食 我們大煙囪 目前只剩下大概二三十隻 只是數量變非常少 然後但是我們的蝙蝠屋有到兩百多隻 那目前最大中的其實 還是我們的社區的鐵皮屋 所以我們最早跟國際合作 就從德國開始 認識了柏林後劇場的藝術總監 Max 然後他就問我說 Wendy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就說我們剛剛接了一個到 在二戰歷史現場做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眼睛就發亮了 然後他說他一直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為什麼沒有二戰紀念碑 每一個人都背負著不同的歷史創傷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台灣被殖民有台灣人的悲傷 那中國因為打這個所謂的中日戰爭 國共內戰 他們也背負很大很大的這個所謂的 歷史的傷痕 流離失散的這些悲劇 那這些事情都應該要被正面討論跟回應 我們想要透過六兩國際互動劇場 去談一個我們沒有辦法談的很困難的歷史 因為如果我今天帶著這個問題 直接去找眷村伯伯 去找跟我們可能對歷史的看法不一樣的 我們可能馬上就會有一些很正面的激變或衝突 甚至可能就沒辦法談下去 可是透過一個劇場一個演出 我們讓民眾參與進來一起透過IoT投票系統 來看二戰紀念碑 其實就是提出質疑 就是說我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可是透過這個演出 我們可以重新來想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去討論 到底我們對當時二戰時候 日本扮演什麼角色 台灣扮演什麼角色 那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那又再進一步的提問 今天我們有機會送一個紀念碑給對方 我們想要告訴對方什麼